所以先播15万给你 本来6月10号才要播 今天莫德纳都来了 也等于我们手上还有41万剂 你知道吗 所以只要打了六成就给你 所以双北重灾区 这第一线的医务人员 跟警销运送人员 不要急 不要害怕 一定会轮到你 一定会给你打疫苗的 对 现在看起来 台湾取得疫苗的过程 是宛如一场战争 这过程简直是惊心动魄 杰明哥 这是我们华航的飞机 你可以看到这时间点 已经是到了两三点了 那你看得出来说 我们的飞机应该在11点 卢森堡时间11点30分起飞 但是却是unknown 但是你看到同时间 其他班机都已经departed 很清楚吧 我是没有办法放大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件时间对于政府来说多紧张 你应该要在这个11点30分 你就要起飞了 就其他飞机都在起飞 为什么飞机被停了 被卡住 我觉得中国你玩这种游戏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算卡了一时 你能卡我们一辈子吗 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荒谬 而且不能理解你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不要说一句话 你今天看我15万计 我后面500万计你能卡吗 而且生产地方也不见得都在欧洲 有些在美国 你怎么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最愤怒的还是 这些来源的开始攻击这个高端 攻击联亚 还说这个要炒股 我这么说一句话 我这些人我相信前阵子国民党立法委员 其实有去高端已经有去拜访过 他们把整个流程都跟你说清楚了 事实上在去年底的时候 8月9号 朱生昌去高端的时候 高端说他们疫苗呢 其实在去年底就可以生产100万剂 那为什么拖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们食药署 他非常的认真 每个环节都卡 所以每个环节这么小心翼的去看 而且知道吗 其实我们说第二期 第二期的人数不用太多 通常就是800人就可以了 这一次我们做到4000人 为什么要这么 食药署就是要跟我们的民众 说一句实在话 由食药署所要求的这一次 由台大感染科医生所主导的 这一次我们的国内疫苗 一定是光明正大 而且现在呢 其实在这个我们说的 WHA新的规定里面是 二期你就可以紧急授权 就可以使用了 现在说这个没有什么国际护照 这些问内容就在卡一件事情说 现在卡完我们的这个什么 AZ说AZ没有效 接着要卡莫多娜 说莫多娜我们门都没有 现在开始卡说什么 我们的国内疫苗不好 我觉得你说这些话 你是在表示你这个政党很伟大吗 还是你在搞定所谓的红色分炒 现在还说这个高端在炒股票 现在讲这件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讲联亚 联亚连上市都没有 而且我们要回想一件事情 当时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还记得联亚是签500个合约价 高端是签开口合约 意思说如果我们从国外 这个疫苗够的话呢 可能高端的疫苗你要晚一点点 你要炒股票有这么炒法吗 炒说你是这个所谓的开口价 所以这些荒谬的事情 他们现在有我相信当七月份 因为现在高端的疫苗已经做完 已经在冷藏了 那就等这个解盲 解盲应该就这几天就会解盲 解完之后呢 就可以确定我们到底身体会产生 多少比例的这个病毒 然后抗体 然后抗体跟抗原 做一个配合之后 解盲就出来了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动物实验的时候 都已经做了 我们那个动物 他找了大概差不多30只的 很昂贵的猴子 非常昂贵一只的 几十万美金 那么已经做出来 而且他的这个病毒 跟这个抗体跟抗原 是结合得非常的完美 而且这过程当中 都跟美国的国务院 每个细节美国国务院都有做报告 所以看一个角度来说 我相信接下来要崩溃的国民党 如果当时我们的六月七月开始 施打这个高端疫苗 然后呢 施打完了之后 这个各个医院 就会做出他的这个病毒 这个抗体的成长性的时候 我要请问一下 今天在攻击国产疫苗之间 你要不要站出来 跟我们国民道歉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我也没有听到 那位资深的媒体人 当时我们说门都没有的时候 他有出来道歉吗 今天民众其实希望的是一个 稳定施打的环境 不是你们这些人 一天到晚再胡说八道 尤其是那个 你们国民党那位总召 还说什么两点钟的 这个会议要结束 你不知道现在两点钟的会议 是多少人正在因因其盼 从这个我们陈时中嘴巴里面 说出对于台湾疫情的一个 具有正确性的讯息 那你在废红太在说 废什么废话呢 我今天真的很欢迎 就国民党越来越多 像废红太啊 郑立文啊 这种人越多越好 因为等到这个九月份 我们台湾百分之五十民众 都已经施打疫苗 台湾已经集体免疫的时候 我看你们到哪里去 就在这中国呢 处心拘力要破坏 我们取得疫苗 不过现在呢 台湾取得疫苗的管道 似乎是越来越多 除了美国之外呢 现在还传出这个日本也打算支援台湾疫苗 这是美国的驻日大使呢 扬州去拜会我们的这个驻日代表 也是驻日大使谢长廷 正好你了解 这个部分说日本的产经新闻有报道 他们有足够的AZ疫苗可以提供台湾吗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好了 其实坦白说真的是有一种就是说同一对的感觉 因为你看嘛 之前这个WHO就公开抱怨 谭德赛就说习近平都不把原本要给COVAX疫苗 给COVAX 习近平都拿疫苗来交朋友 给他的小弟 他的同伙 对不对 给他的地缘政治 那站在台湾的心里也会觉得说 对啊 现在是美国队跟台 美国队跟中国队在对决嘛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人其实坦白说 是一开始就站在美国队这边 那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需要多一点温暖 确实很多人这样的心思 那你看哦 现在传出来说日本是会把一部分的AZ 可能是一千万剂 可能是两千万剂 一大部分还不是什么十万剂二十万剂 可能会捐给所谓的台湾 但是呢 你看这照片就是有玄机哦 你看是不是什么日本的大臣 去拜访所谓的谢长廷 是美国驻日代表大使扬州 去拜访谢长廷 换句话说 这不是单纯的台湾跟日本的因素 中间包含美国在里面的介入 美日联手 对美日联手 美日台嘛 对美日台一起联防的介入 不然这样照片绝对不会是 应该是日本的什么什么卫生大臣 或是什么什么外交大臣 然后跟谢长廷谈嘛 对不对 可既然有美国驻日的代表大使扬州 那表示这个态度我觉得已经很清楚 美国在日本这边也建立 也出力让日本一起过来 那在台湾里面就会很暖心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实在化 因为丽英姐那时候 在离任的话可能没有讲得清楚 所以确实让人家产生一些疑问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纵观整个世界的疫苗格局 我那种什么国药 科兴想都不要想 我们根本不讨论这件事情 可是呢 各个疫苗确实还是有角力的部分 比如BNT BNT它代表是德国跟上海复兴 中国因素比较大 而且德国的外交政策 也没有权利跟中国开战 所以站在台湾立场 确实BNT一直受到阻碍 可是AZ后面是英国 英国Boris Johnson 现在对于中国是极度的鹰派 极度的强硬派 英国的航空母舰 现在都要来西太平洋了 对不对 所以AZ我们取得是相对容易 莫德纳是美国相对容易 日本现在应有多的疫苗 也愿意捐给台湾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清楚 就是两国之间的格局 两大阵营的格局已经出来了 所以在这样大阵营的格局里面 今天陈宗特别讲 我们拿取得莫德纳的过程中 有中国阻碍 也不意外 本来就是这样互相角力 互相角力 也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变一个试金石 到底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 是真的还假的吗 对不对 你不会 连我们的健康安全承诺都做不到 说在国防安全承诺做得到 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们也在看 这也有关于台美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感觉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一个team的感觉 越来越有这种美国国家队的感觉 我觉得绝对是有助于台湾人民 对于美国的那种情感跟状态的 日本的参议员呢 那么今天证实 包括日本的这个产经新闻都证实说 日本 因为他已经日本有查了一下 他已经买了三亿六千四百万剂的 这个AZ 辉瑞跟莫德纳疫苗 那因为呢 日本老年人比较多 所以呢 之前打辉瑞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些事情啊 总共死了八十几个人 不一定跟辉瑞有关系 因为他本来就年纪大 年纪大以后呢 可能疫苗反应啊什么不知道了 所以日本的老人家呢 开始拒绝打这个疫苗 所以这个解释 为什么日本现在还是重灾区 然后他们的疫苗接种率没有那么高 对 那是因为老人家多 老人家害怕 而且他的老人家又不像台湾 台湾的老人家是 人手一击手机每个都在上网 对不对 但日本老人家比较封闭 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一个民族性啊 所以日本呢 他总共买了1.2亿剂的AZ 不过因为他不开打 所以到年底他不开打 这些全部都报废掉 日本政府发言人今天证实说 会把这些AZ呢 捐给需要的国家 但是他没有特别说台湾 可是日本知名党的参议员呢 直接挑明了说 就是台湾 那么为什么要捐给台湾这些 当然那个数量还必须要 再经过协调就对了 那很简单 就是要报恩 两个字 报恩 为什么报恩 311大地震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跟日本只是说喜欢去那边旅游玩这样子而已 我们捐了200亿日币 然后呢 紧接而来呢 在去年日本最缺口罩的时候 中国人去日本少了10亿个口罩走 然后日本人完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 非常可怜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连首相都拨的那个布口罩好小一个 台湾两架货机 载了200万个口罩过去 捐给他们 台湾可以帮助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人家现在要报恩 我听了以后很难过啊 日本的朋友 我们跟日本 我跟日本的关系 也不过是我去那边观光 我喜欢泡温泉 吃河牛 这样而已嘛 然后呢 因为你这样的对日本人 日本人常记在心里面 决定回馈你 各位 你要知道同样是地震 台湾捐给 中国汶川大地震的钱 远远多过捐给日本的钱 结果呢 今天连莫德纳15万基要起飞前 中国还想尽办法阻挠 不要让这个疫苗来台湾 救台湾人 这就是中国跟日本的不一样 日本人只是外国人啊 外国人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 人家懂得 你对他好 他觉得总统对你好 是 那个号称是什么 两岸一家亲号称 是血浓与水的民族 他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从台湾发生这个事件 这个疫情爆炮到现在 都是出自己家而已 想尽办法阻挠台湾 买到全世界各地的疫苗 来救台湾人 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一个真面目嘛 那你中国共产党还在那边想希望 渴望 说能够从那个地方得到疫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台湾的疫情依然严峻 现在的确诊数依然是在高峰 那现在看起来有逐渐转往中南部的趋势 而且这个新增壁力是出现在高雄有14例了 那这次是有10例 是在麻将间的竞品 照理说大家应该都应该要减少这些群聚的活动 还有人在打麻将 所以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说了 即日起禁止非同住者必要的聚会了 其实像不管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还是金融市长林佑昌 甚至之前的桃园市长郑文燦 都有呼吁过像这种状况 真的能折免 我也是不懂这些人 打麻将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休闲娱乐 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家里跟亲朋好友 有时候摸个一个两圈 没有涉及到金钱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问题 倒是蛮可以打发时间的一个娱乐 然后又可以有时候让头脑运动一下 很多不是医学在讲说什么 专家说什么对长者也是一种动脑动智 但是在这个疫情的当口 打麻将我们知道 除非你要用手机上网 我不是在帮这个手游宣传 除非你用手机一个人就可以 一个人就可以玩了 玩得很开心 要不然起码要四个人 我跟仲江两个的话 可能还要陈委员跟林医师 我们四个人才玩得及 三个人缺一咖怎么打呢 那四个人只要再插一个人 就达到这个现在三级警戒的 这个五人室内群聚 重点那桌子也不大 大家是不是靠很近 当然啦 如果有时候不小心胡牌的时候 那可兴奋了 那个口莫很飞 等一下胡了吃吃吃 那个口水就会有时候没办法 你能保证他们打麻将的时候 要像我们这样子 我跟郑昊之间隔一个隔板 请问他怎么摸牌 那我要怎么胡牌 我要怎么拿牌 这不可能嘛 所以打麻将是一个方程之在 为什么一个四个方桌 然后还要洗牌的时候 那个手可能都有汗 然后手有时候摸一下 就摸到那个牌上面 当然我不是说 每一个打麻将的人 你可能都是在这个 COVID-19的这个检测 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 我不晓得 但是要讲的是说 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个风险高 就是像比如说 我为什么刚刚讲桃园 桃园之前在那个发生 在桃园市桃园区的 维纳斯这个会馆 就维纳斯酒店 他也是啊 明明其中有一个 后来发现是确诊阳性的 他在这个酒店歇业 这个令下了之后两天 他就回去 把那个门拉下来之后 邀集了几个好朋友 五六个人就在里面 开始方程站 就开始在打麻将 打了两天 那五六个人 七个人在里面这样子 结果后来那一个 被发现是确诊 那旁边跟他四五个人 打两天了怎么办 我要是那其中一个人 我吓得要死哦 你也不讲 他可能也不知道 当然没有一个确诊 他事前就知道 我确诊 他不会这样去害别人 但是就是刚刚 跟仲江在讨论 那个风险就出现了嘛 你能够避开的话 基隆的小姑娘也是一样啊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高雄 也查到了 类似像火锅店 他的这个餐厅业子 那个卡拉OK店一拉下来 在里面边吃火锅 还边打麻将 超过六七个人 七个人里面有三个人 没戴口罩 只有四个人戴口罩 当然他们或许会说 因为他们在吃火锅啊 那你七个人在里面吃火锅 只要里面有一个 像我刚刚讲桃园区 维纳斯酒店一样 确诊之后 你那六个人就死定了 就在那边刹了一旦 所以我才说 我拜托大家共体时间 为什么这些地方父母官 这些县市首长 要苦口婆心的出来讲 不要怪他们说 你是我们的这个县长 你是我们的市长 要照顾我们体秀 但是现在就是拜托大家 这个能够在家里面 就是帮你自己也帮助大家 否则为什么我们现在 三级节延长到28号 从28号延长到6月14号 6月14号横跨 6月12时23时4的 这个端午节三天 不要想到端午节三天年假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民宿有些中南部的民宿业者 开始电话就接到爆了 拜托大家不要再打电话 就像我之前也有亲戚啊 说要去这个中南部啊 这个端午节 我说不要再去啊 不要不要害中南部的人 中南部现在可能听到 我们双北跟桃源都会紧张 何况你现在因为这个 这个很久没出去的关系 我也很久没出去啊 瑞德哥多喜欢出国去日本 去西班牙去哪个国家 他也没办法啊 你能把他这个切副 他还能出国啊 不行 大家就在这段时间 能够冷静下来 配合防疫这个观察期 能够做到至少6月14号 看政府的一个政策状况 不要这个时候忍不住 动不定 下礼拜下礼拜没事 反正碰到端午年假 我们到中南部 到高雄 到台南到屏東去 然后这个民宿三天 我也想去啊 但是不可以这样自私啊 你连出去在外面 这个为什么 像连运动中心要关闭 像我们家旁边 还有老街市的河畔 我连出去走都会担心 因为不只是自己的风险 会影响到别人 别人也会担心 所以我才想说互相尊重 将心比心 大家休眠一下 那宅在家里 废在家里 没什么不好 其实我可以在家睡觉 你看我现在没行程 在家睡觉 看电视 然后每天下午两点 看这个疫情 那不是也是一种 这个不错的事情 的确这疫情依然严峻 大家真的要共体时间 可是现在看起来 似乎漏洞还是摆出 破口还是依然在 基隆这个小姑娘 他们很忙 兼拆三间小吃店 而且跑了台北行天宫 还逛金山 那现在就传出 还有十六个人 是失联状态 所以林友昌就呼吁 你们要勇敢的站出来 林医师现在看起来 破口还是很多 但当大家都希望 能够做好防疫的时候 还是有些人打麻将的 跑这种特种营业场所的 那甚至是说有人 什么欧巴桑去美容店 去烫个头发 结果就染疫了 对了 其实已经社区感染了 我们要想说 你周边的人 多有可能受到感染 因为这个疫情 制造出很多 无症状或者轻症的 你根本不知道 他有受到感染 讲那个打麻将 打麻将最危险的 不是说我这样讲话 是那个麻将牌 每个人都摸过 他一直在摸 我今天手上有病毒 我摸过了 每一张牌上面都有病毒 你看其他人摸摸过 是不是有病毒 所以这一定重 对不对 对啊 这个互相 这个接触 一直接触传染 你现在看他摸一摸 他到最后可能去摸到嘴巴 眼睛就确诊了 所以那个 不是只有口罩说 戴着口罩就解决了 那个接触传染也是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三级警戒 三级警戒就是避免群聚嘛 避免群聚你还去这样群聚去 真的是不怕死 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还都发病了 不是说年轻人就没事 当然年纪老的去打麻将也有 年纪老的打麻将风险更大 因为你得病的话 你的中症死亡率更高 所以这种非常是要非常的做法 所以还没有打完疫苗之前 千万要小心 我一直很想肯定那个 郑文燦那个市长 他说三天内他要把那个 他分配到疫苗打完 我非常给他拍拍手 哪一个县市长 每一个都给我讲三天内打完 我就真的是很佩服他 因为打疫苗的速度 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要解封的速度 你越快打完 我们的感染力会越快减少 不管你打多少都至少有点成效 不是说要打多少六七成才有成效 打六七成是 让这疫情会缓慢下降 但是你打很少量 他也是稍微减少 也是有用啊 不是说打完 越早打越有用 三天内打完 跟三个礼拜打完 跟三个月内打完 意义绝对不同 这中间因为你的延迟 会有更多的重症 跟死亡的案例出现 所以我非常肯定 那个郑文燦市长说 三天内要把这个疫苗打完 你也在那个桃园里面 你要看肯定 三天内打完 三斤拜都可以打 真的是防疫要多管齐下 来瑞德哥 包括我们就说 大家防疫要做好 这个打疫苗速度也要够快啊 但是偏偏如果有些人不守规矩 老是在群聚的话 那恐怕这个疫情很难降下来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现在很严格啊 就如果你查获的话 你这个八大行业也好 还是挂羊铜卖狗肉的那种什么阿公店小吃店 然后呢 养生馆 如果你这时候再去设行养生馆的话 你不是去养生 你是去送死 养生可能变成往生 如果你不怕死的话 我就白了 养生变往生了 到现在为止有好几家 那些恩客们 那些男性消费者们 到现在找到的确诊者蛮少哦 我个人是蛮担心的 如果里面的小姐这么多个都中 那怎么可能客人不中嘛 你知道吗 那现在呢 其实经过我们大家 那么减少活动 减少群聚 你说有没有这个影响 当然有 为什么呢 虽然阿中文部长忧心忡忡说 那个数据是平坦的 有没有 每一天的确诊人数 跟这个校正回归是平的 看起来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做 照理来讲 现在的时候应该是抛物线冲上去了 一天可能是一千两千三万这样上去了 国外都这样 你仔细看 我现在讲的都是国外真实的案例 从几十个人 几百个人 砰的就上去了 如果你不做 如果大家没有勤其一手 滚在家里 然后没有好好的话 你就整个上去的嘛 那这个你也给大家一个教训 去年我们守得太好 而去年那个病毒 武汉肺炎病毒 它的传染力没得高 这个英国变种病毒 事实上呢 它的传染力高了60 死亡力高了50 我们不能用去年 去年整个台湾死亡人数 才十个十几个啊 现在为止你看一天都19个13个这样子啊 对 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死亡率还会高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 这个病没有特效药 看你的運气 你如果不想要堵运去 你就戴好口罩 你就不要去摸 两只手要随时消毒等等 我现在一天用一包那个 相关的酒精消毒那个擦 你知道吗 那你就必须这样去保护自己嘛 你如果要出在外面 你就不能去高尔夫球 打高尔夫球 你就不能去采取药 黄昏市场跟人家人 你知道吗 那你就是在找死 我讲白白的 你可以出去 那么适度的买采买东西 或适度的去上班 或怎么样 但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等疫苗很简单 像疫苗让第一线最危险的医副人员 跟那些必须运送 接触这些警销人员 跟社工人员 这些第一线最危险的 音声打 音声重要 他是天使 打耍了 咋慢慢的轮到我们 我们一定可以打 告诉各位 我陪大家走到最后一刻才打 很简单 所以呢 年轻人旁边的 李正浩36岁的不用急 我快60岁了 我都不会偷打 你放心 对不对 大家一个做好自己 保护自己 大成一